3-0 有粉丝让你找一条 撒金手术 哇 这条漂亮 那冰冰胶胶中那底 上面撒金的就像秋风露也一样 很有意气 多少多啊 两三款东西 多少预算 3千 找不了啊 3千块 你连那个白白的冰胶 你都买不过来 上面还有那么多撒金 我是去找货 不是去抢货啊 可是我已经大应小姐姐了 小姐姐还给你准备了一个 最近很流行的雪糕刺客 嗯 不要整那些有的没的 一根雪糕 你就想让我 走啊 哇塞 这条太好看了 一池锦李半李分华的感觉 整个黄匪呢是直接逛窗半圈过来 就像一条锦李一样 游动在手朵上面 但是这条呢 圈口大了点 而且颜色带这么多 肯定也抄咱们预算 妥妥的一条鲜李酌 三彩的一个料子 太鲜了 这条开多少 20万 稍微抄点预算 这条要3千给咱们就好了 好吧 你这一手怎么卖的 一万二一条啊 稍微加点预算 其实可以搞这种 但这种呢 不是咱们今天要找的 它颜色还是稍微淡了一点点 这种颜色的话 还是属于一个黄水手镯 你看打灯的话 它是有一点偏向鸡油黄的那种感觉 条形都还是挺后装的 想要黄水的话 去搞这一手真的是可以 但是跟咱们今天要找的呢 距离还是有点大 咱们今天要找那么撒金就什么呢 在表面上啊 星星点点撒上去那种感觉 老板这块手镯去哪里了 就剩灼心了 这种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撒金 看一下 灼心品质还是可以的 肉汁特别细 有点可惜 手镯卖掉了 咱们今天要找的话 就是这样的手镯 开多少这个桌心 1500万咱们预算 可以买两个这样的 哇塞 那这块板料呢 就是咱们今天要找的 看到没有 红红的一个撒金色 而且整个肉质水头 都是符合咱们今天要求的 撒金的部分还是占的比较多的 一个板上的话 总共五个爪位 三个爪位的颜色 都是带的非常多的 这叫两板一起走是吧 八个爪位稍微有点多 这个视频拍摄成本有点高 开多少 八万的话 八个爪位 一个爪位一望 这块也是撒金的 但是料子有点小 只能做一些小牌子 或者是整体的 去雕一个手把件 手足的话 这一块出的空间就太小人了 小贵妃都出不了 哇塞 你看好的撒金就是这样 就像秋风落叶一样 飘在上面 这种橙红色的星星点点 撒金的标准是什么呢 越像果粒层 那么整体骑出来 这个效果就会越好看 老板你看这条开多少 开8000 开那么高 总出啊这条 它有特色啊 黄木垃圾的 我都看不懂 今天回头问一下嘛 昨天不卖 说不定今天就要卖了 过来看一下 这条底子虽然是没有那么细 但是整体冰拖度还是有的 你看咱们灯光打烂去是不是 整体有稍微起一点点的小冰位 怎么样 卖家用户3500 3500就高了 看价都差不多 我也就看2500 没办法 再加300块了 2800了 给它加一点嘛 这两天你看刮台风 这三场都没什么人 还不行 还不行啊 价就不加了 你跟他说2800说 水仙我输了 价是增加不上去了 反正能看得到你就输 转了啊 如何在夏天的季节里 感受到秋天的气息 让这一条镯子告诉你 树树皆秋色 山山为落灰 所以说这个世界真的很神奇 神奇到让你想给我 点个赞